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请到的三位老师是谁呢 他们是周明的节目主持 沙娜沙老师 欢迎沙老师 欢迎嘉询的高级副总裁 曲卫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爱情导师 图雷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来了解一下 今天他们帮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 遭遇了怎样的人生困惑 各位请看 我俩在一起一年了 现在他刚毕业 每天有所好险我所事事 我越来越看不到我俩的未来 我留在昆明 不就是为了陪他等他到毕业吗 我为他付出这么多 他不应该开开心心的吗 他说的一直对我好 最后就是让所有人 把矛头都指向我 让我里外不适 我真的是掏心掏肺地对他 什么事情全都是以他为中心 为了他我可以做任何事情 他对我的好并不是我想要的 我现在真的压力特别大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一段怎样的爱让一个人在爱当中窒息呢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小苏23岁来自云南 吴业 女嘉宾小超21岁 同样来自云南 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同学吗 对 是同学 大学同学 他是学长 大我一年 你现在资料上面说无业 我现在主要做一些兼职 兼职 谈恋爱谈了多久 一年多 学长追得你 是吧 对 我们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面认识的 当时感觉比较特别吧 我就找朋友要了他的微信 跟他慢慢聊 然后认识的 他的爱让你窒息了 对 我现在感觉压力特别大 他身边的所有朋友 还有他父母都觉得 他现在一事无成 都觉得是我造成的 就是你这姑娘怎么这样 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怎么这么任心啊 就死皮烂脸地缠着我儿子 他父母就觉得是我害了他儿子 现在没有工作 这个什么意思啊 他说的就是 当时我父母不是在取经 为我找了一份公司职员的工作吗 我没有回去 然后父母就是 以为是他的原因吧 就打电话给他 没见过 但是打电话给他 他妈有一天就给我打电话 你是谁谁吗 我说是阿姨怎么了 然后他说 你怎么把我儿子绑在昆明了 不让他回来 我就觉得很纳闷很奇怪 关我什么事啊 我就不知道有这件事 他就没有跟我商量 我问一下啊 就是当初他毕业 如果他跟你商量 你觉得他应该留昆明呢 还是回老家呢 如果他在昆明 好好找一份工作 好好上 那我当然希望 他留在昆明 就待在我身边会比较好 但是他没工作 我就觉得回去 有一份工作已经很不错了 我宁业一地一年 然后等我毕业了 可能会去找他 也可能会留在昆明 那到时候再说这件事 在一起的时候 都这么多矛盾 如果异地的话 那可能两三个月 我们就会分手了 你们在一起 都有些什么矛盾啊 就有时候 我待在家里 为他做饭啊什么的 他都不是特别理解 他认为我无所事事的 那可不是吗 你不去上班 不去奔钱成这么年轻 你做什么饭呢 你是这么想的是吧 对 你看他都不上班 整天在家慌慌慌慌的 那你现在所谓 兼职是兼什么职呢 小伙子都干嘛呀 就是发了传达 一些展会 然后去一下 那你生活费 自己挣得出来吗 生活费 明天能够维持 现在经常吵架吗 对 为什么吵呢 就是因为他没工作才吵 因为他整天在家晃晃悠悠的 他也不出去找工作 当初说得好好的 现在就变成这样了 他就在家带着我手机 你当初喜欢他什么呀 当初就是同学就会嘛 他看着呆呆的 然后话又不多 但是他跟我就会 多说那么一两句 然后觉得还 这个男人还挺特别的 就看着他老实 有安全感 然后后面他就会送一些小礼物呀 每个话之类的 就慢慢聊着就在一起了 他现在还送你礼物吗 偶尔会吧 就是一些很小巧的礼物 高兴吗 心里面还是挺开心的 挺开心的不就好吗 你支持他就好了 说好好去工作吗 但是他就是不好好工作 我跟他说了好多次 叫他出去找工作 他不去 他不找 那我说我帮你找 因为他性格就是有点那种弱弱的 然后他不喜欢跟人家说话 那我说我好吧 就帮你找一个那种 酒店前来的工作 然后去上班了 就是上了快半个月吧 有一次我生病 就是发烧 感冒就挺严重的 他就死皮拉脸地要缠着我说 我不去上班 我要在家里陪着你什么的 我就说我没事的 你去上班 你当时生病这么难受 我忍心放弃你去上班吗 我肯定要留在身边照顾你 但是我那个病 又不是很严重的病 而且我都跟你说了我没事 那刚开始那一天 我确实是挺难受的 而且你跟公司请假说陪我一天 我跟你说得好好的 后面你必须去上班 你当时怎么答应的 你说好呀 但是后面呢 你非待在家里 你看其他人生病 都希望有个人陪在身边照顾他 为什么我留在身边 你还觉得不好呢 我就是希望你出去上班呀 因为那个工作才上几个星期 请假真的很不好 你居然不感动啊 姑娘 就是他刚开始的第一天留在家里 挺感动的 对 但是后面我觉得这样不好用的 那你那个病几天以后好的呢 就打针输液不是要输三四天吗 输三四天 我输第二天叫他去 我自己可以的 但是后面他 那工作现在还有吗 没有了 丢了 就是因为这个 对 你不觉得后悔 我只想照顾他 但是也没想这么多嘛 因为工作肯定没他重要 他是最重要的是吧 对对对 反正我超级受不了他 他经常会做一些让我 里外不是人的事 他上次买了一个包给我嘛 一个包 就是一个很小巧的 然后那个包 我还特意问了一下他 他还跟我说 那你那个包才三百块钱 人家打轴才买的 但后面就偶尔 就会跟他朋友吃饭 他朋友就说 你那个包就是 小孙就是五千多块钱买的包吗 我说什么五千块呀 明明就是三百块嘛 而且他那个朋友 眼神特别不对 他就扭头 就跟那个旁边的朋友说 你看他女朋友 就是一个拜金女 以后可千万不要找这种女的 我就很委屈 真的 我就超级觉得不好 因为上次的事情 我跟他吵架了嘛 看到那个包 觉得他会很喜欢 我就找朋友借钱 买下来送给他的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说 是五千的包 说是三百的包呢 如果跟他说实话 他肯定又会生气的 他又觉得我乱花钱 哦 那个钱还给哥们的吗 钱现在还了 哪来的钱还的呢 做兼职慢慢按针的吧 你还行嘛 但是你哥们都觉得他拜金呢 当时我也只是想 哄他开心 没想这么多嘛 你就不要这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嘛 你开心就可以了 你觉得我开心吗 那个包像五千块钱 我一直供在那里呢 我都不敢背 供在那 对 五千块钱的包呀 我像我都不敢背 我就放在那里呢 而且你身边的朋友都说 我是这样的人 但事实是 我觉得我自己 我自认为我很懂事的一个人 不是这个我问一下 仅仅就因为这一次借钱 还是说这种事 其实也平凡地发生过 就是还有出去吃饭 吃饭怎么了 他会点一些很贵的菜 就 这个不是你特别喜欢吃的吗 什么什么的 他朋友就说 就会觉得吧 就是你看这种女的 就会就吃好的 穿好的 用好的什么的 还有什么事 是你不能接受的 就像前不久吧 我闺蜜跟我借了 一千多两千块钱 然后我跟我闺蜜去要嘛 因为那时候经济比较紧 我就问她要了一下 她就跟我说 她没有 然后就吵了一下嘴 但是我觉得 这是我和我闺蜜的事情 但是她不知道从哪听来的 就跑去跟我闺蜜吵了一架 不是 你跟人吵什么呀 当时她打电话 问闺蜜要钱嘛 然后跟闺蜜吵架 看到她设委去 我就特别生气嘛 然后我就找她闺蜜 说了一些狠话 你说的什么狠话 她还说 我闺蜜什么 钱品不如人品 你这种人不配合 我女朋友做朋友 你给我管 以后别来找我女朋友 我后面是 从我另外一个朋友口上知道的 我现在怎么跟我闺蜜解释 她都不听 她叫我滚 你现在才不陪我做朋友 我问问她 你是觉得 她闺蜜欺负了你女朋友吗 还是说她不还钱 哪件事让你气愤 她欺负我女朋友 我挺生气的 这个男生好厉害 就是是在你的世界里 除了她没别人了 对不对 孩子 是的 她就是我的唯一 她是你的唯一 对 今天唯一是要跑是吗 我真的就是受不了她 我觉得我自己压力很大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确实是这么对你的 是吧 对 她对你好吗 你客观地跟我们说说 好 她说你是她世界的唯一 她只是嘴上说说 还是你也是这么感觉的 有的时候也有行动 有的时候她就是嘴上说说的 她不顾忌我的感受 明白 就如果她现在找一份工作的话 这个男朋友就算好男朋友了 是吧 就是如果以后她找一份工作 然后做什么事情 跟我商量一下 我觉得这个人还可以 还要跟你商量 就是她 比如就是我闺蜜这件事 还有她买包这个事 她就应该跟我说一下 她要跟你分手 你同意吗 肯定不同意 我不想失去的 但是我 对她所有的好感觉 她都不能理解 觉得委屈吗 不委屈 但是我只要付出她能够开心 我就很高兴了 她经常会做一些奇怪的事 还有奇怪的呢 就是她爸妈那件事 我就说我们两个真的是 没有未来可言 然后我就这么跟她一说 然后她说 好 那我明天回去 把我家的户口本 拿来我们两个去领结婚证吧 我就觉得很害怕 害怕什么 这我觉得她做事不带考虑的 冲动是吧 对 然后她还把那个 她的所有那个微信 你信号那些全杀了 她就说是我的意思 但是我没有 我就觉得很正常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那不是我觉得你很重要吗 我这样不是为了表现我的真诚吗 你这样做让我觉得我自己压力很大 我真的是那种 很累很累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我心里每天都过得特别慌 特别懵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自己 两个单纯的孩子 面对一场爱情的时候 尤其是男生 对吧 觉得这是真爱和唯一的时候 我该怎么办呢 女生真的害怕了 女生又该怎么办呢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我估计就是这个男生讲完 他怎么样种种对女朋友好 然后听完女朋友的反应 在场所有的女性朋友 应该都会觉得 你怎么生在福中不知福 他做了那么多让我们觉得 都太感动的事情 然后你却是一个懵和慌的状态 你有想过为什么吗 就因为他对我好 让我觉得有压力 就是因为他做的事情 让我都觉得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怎么去回应他 因为他爸妈那件事 还有他朋友那件事 在他身边的朋友 都觉得我不好 好 打住 我告诉你啊 很简单的一个原因 爱不平衡 你没有沉浸在 你们的感情当中 你们两个人的爱 是不对等的 所以他越用力地对你好 你会越慌越懵 因为你害怕你还不起啊 可能他爱你有十分 你只有五分 所以你就会觉得 哎呦 这个 这要干嘛呀 这是要逼婚吗 为了我连班都不上了 至于的吗 不用这样 不用这样对我 你赶快忙好你的事业 当然你还有另外一个想法 你太在意别人的目光 你没有完全享受到 你们感情带给你的幸福 而一直在意别人的目光 怎么看待你个人 你在意他的父母怎么看你 在意他的朋友怎么看你 一直在意周围 一圈人对你的评论 哎呀 有没有觉得 我是一个坏女生 我可真的不是那样的女生啊 你们千万别这么想我 你在这段感情当中 有一些自私 男方爱得太多 你爱得比较少 那对于男生 我想说的是 你要明白一点 你的人生啊 你有什么理想吗 就除了爱他 有规划吗 对你的人生 暂时还没有 我现在只现在跟他在一起 好 那我告诉你 你的人生除了爱他 还有面包和情商 这两样如果没有的话 你越这么用力地 过猛地去爱他 你得到的最后 就是一场空 你的人生当中 不能只爱他 只干这一件事吧 那你们两个人 以后吃什么 喝什么 怎么过日子 对不对 分清楚轻重缓急 好吗 好的 好 谢谢二位 好 谢谢老师 女孩你有爱过他吗 先不要着急回答 你以前谈过恋爱吗 谈过 为什么分开 是对方的不忠诚 对 显然是 好 想必如此 因为当时川大问你 喜欢他什么的时候 你说了两点 老师 安全感 老师无外乎就是专一嘛 他够老实 现在做的种种的行为 都代表着他非常老实 给你的安全感是足够的 他甚至于做出一些 你所谓奇怪的事 做了什么事呢 删掉了自己的异性朋友 虽然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表明了一种态度 准备要拿出户口本 要去结婚 多么的专一 你要了吗 你没要 你慌了 打他下定决心 没有跟你说 就要留在你身边的时候 他已经毕业的时候 那会儿你已经慌了 因为那会儿你已经意识到 自己根本就不爱这个男孩 这个男生这么喜欢你 这么关注你 爱护你 但是你并没有接纳 你有的仅仅是感动 但你心里真是没有动 你不爱这个男孩 为什么不直接说呢 既然没有爱 坦白说清楚 好吗 好 谢谢 男孩说这么多 你听进去了吗 女孩不爱你 你能认清这个现实吗 但是我现在还是喜欢他 还想和他在一起 我再说一遍 女孩不爱你 但是我喜欢他 爱是相互的 你喜欢他可以 那是你的权利 但是对方也有权利 不喜欢你 这点认可 认可 好 认可我们要有一个度 如果说一个不爱你的人 不希望跟你走得如此之近 你可以尊重他的想法吗 可以 那你就是真爱 保持距离也是一种爱 不对他进行困扰伤害 也是一种爱 现在可不可以爱爱自己 给自己一些爱 给自己的爱是什么呢 第一 让自己从这段错爱当中 拔身而出 让自己的伤害小一点 因为爱不能强求 第二 找一份工作 做一份事业 因为只有你让自己强大 让自己成熟 让自己独立起来之后 你才可能从故事上 从心理上独立 好吗 感情上独立起来 事业上独立起来 好吗 好的 就这样 你算是不错的女生吧 谢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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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